一部被严重嘀咕电影 绝对称得上是丧尸界的开山鼻祖 俯山行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密密麻麻的丧尸大军 让密集恐惧症人群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部吃巨子打造的电影 《活死人黎明》 一天医院送来一个手部被咬伤的女人 医生却束手无策查不出病因 殊不知一场丧尸危机正悄然酝酿 护士安娜正和丈夫相拥人脸 女孩面目猙獰地推开父母房间 张大嘴咬住父亲的脖子 安娜肩撞直接将女儿扔出房间 女儿这时像找了魔一样 以八十麦时速缝扑过来 安娜直接关上房门 只见丈夫静动脉大出血 最后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 就当安娜打电话求助之时 身后的丈夫竟奇迹般复活 变得像女儿一样疯狂死咬 意识到危险后 安娜便躲进卫生间 可房门并不坚固 安娜见状只能从窗户逃生 谁料丈夫冲破房门 一把抓住安娜的腿 好在安娜有主角光环加持 成功摆脱丈夫后想要开车逃离 却看见邻居举枪对着自己 困惑之际救护车失控 撞向邻居 安娜被眼前一幕所震慑 地上的尸体发疯的人 整座城市陷入混乱 丈夫再次冲入无碍 安娜急忙钻进车里 一脚油门迅速倒车 此时整个小镇已经沦陷 到处都是嗜血的丧尸 广播里不停地播报着 他所在的区域感染某种病毒 被紧急封锁 而且病毒还在迅速蔓延 听到这儿 安娜顿时陷入绝望之中 他把车停在路边 不知该去向何处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拉开车门 想要抢安娜的车 情急之下 他一脚油门窜出去 结果汽车失控 转向路边树上 安全起囊瞬间弹出来 直接将安娜阵晕过去 等他再醒过来 从车上爬出来 却被一把枪顶住脑门 来人是警察老黑 他确认安娜没被感染后 两人便一同朝避难所走去 途中遇到几名幸存者 确认对方是正常人后 他们决定一起组队前往避难所 小黑却说 避难所已经被丧尸占领 一群人只能去附近商场落脚 就在迈克敲门期间 一群丧尸从身后出现 看到安娜等人静止扑上来 危机时刻 老黑一枪把门锁碰 带着众人逃出去 商场内一场安静 也没有看见丧尸身影 为了确保安全 迈克和小黑四处巡视 老黑则留在原地 保护安娜和孕妇 此时迈克听见 储物间有动静 突然窜出一只丧尸将他扑倒 一番缠斗后 迈克成功拿下医血 老黑这边也遭遇另一只丧尸 丧尸这边也是警 专条孕妇下手 老黑不敢看枪 只能用枪托将其分开 却被丧尸扑倒在水池中 关键时刻 安插简起枪解决掉丧尸 预感危险的几人再次会合 立即乘坐电梯前往二楼 当电梯门打开后 见到几名保安 一番队质后 保安队长同意他们留下 前提是必须交出武器 获不得已只能接受现实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孕妇其实已经被丧尸咬伤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小黑并没有告诉大家 这时电视上播放了新闻 全美爆发丧尸病毒 军方正在紧急搜救幸存者 想要彻底消灭丧尸 唯有爆头或是火烧 众人意识到不能作业待毙 继续清理着商场里剩余丧尸 同时还在楼顶写上求救信号 希望救援队能及时发现他们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枪声 原来对面有一名幸存者 正用手指的途径的救援机 众人以为迎来曙光 可这个老六五使他们 只留下绝望的众人 与一群狂暴的丧尸 此时一辆卡车朝着商场急速时来 保安队长为了自身安全 决定不顾他们死活 安娜生母心泛滥 决定冒险救人 当双方剑拔弩张时 老黑和迈克趁机不备 一把夺过他们手枪 将其控制住 随即站在楼顶接应卡车上面的人 迈克和小黑则在下面吸引丧尸火力 经过一番恶战 卡车内所有人都安全进入商场 不幸的是一个女人被丧尸咬伤手臂 没多久就发生了变异 在场的人瞬间不知所措 女人发疯般扑向安娜 她也不慌拿起铁棍直接抱头 这时被咬伤的大叔也发生变异 随后被隔离起来 由老黑负责看守 等大叔变成丧尸后 直接送他最后一程 接下来的日子里 幸存者们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 老黑跟对面的长毛隔空下棋 商场里的物资应有尽有 他们根本不用担心食物和水 然而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 晚上众人聊天时 商场突然停电 他们只能去地下室寻找发电机 这时小黑的妻子即将临盆 然而妻子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为了孩子降生 小黑提前将妻子四肢捆住 封住嘴巴 虽然孩子顺利降生 妻子也变成丧尸 这一幕被老婆婆撞见 她拿枪的手指不住颤抖 终究是理智战胜了恐惧 此时小黑已经陷入风魔 两人相互开枪射击 最终同归于尽 其他人听见枪声 迅速赶到现场 安娜揭开墙宝 一只小丧尸赫然在目 此时他不再生母心泛滥 江生再次响彻整个商场 而另一边前往地下室的人 遭遇到大批丧尸围攻 眼见挂不敌众 迈克直接将汽油喷到丧尸身上 一把大火将尸群烧成渣渣 经历此事 众人不再作业代毙 决定将两辆大方车改装加固 然后乘船去胡龙小岛躲避 商场最不缺的便是物资 经过一份改造 两辆无间不摧的战车就此诞生 老黑想带着长毛一起离开 奈何对方现在饥饿无比 根本没有力气逃跑 为了给长毛送去食物 老黑便让短发妹的小狗前去送物资 只因丧尸对动物不感兴趣 很快小狗便穿过尸群 循着哨声来到商场楼下 纵身跃入屋内 谁料尸群趁此机会也钻进屋内 尽管长毛成功击退丧尸 还是被咬伤 众人不仁告诉他 被咬伤后会变异的事实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 原来短发妹不忍抛下小狗 开车冲向对面成功进入屋内 此时老黑通过望远镜 发现长毛已经变异 麦克用对象镜警告短发妹躲起来 仅仍随即前去营救 穿过下水道便能抵达对面大楼 可警察的声音瞬间引来大批丧尸 众人经过一番恶战顺利进入屋内 这是一间武器店 大家急忙补充弹药 就在这时发现正在锤大门的长矛 此时的他已经是形势走肉 老黑无奈送对方领了盒饭 随后救出短发妹和小狗 可如何撤离又成了新问题 只见队长将眉气罐扔向尸群 随后用手枪将其引爆 巨大的爆炸为他们杀出一条血路 趁机钻入下水道 可队友为了掩护大家 不幸将腿摔伤 紧随而来的尸群又将他围住 队友祈求队长给自己个痛快 剩下的人逃离到商场 身后的丧尸蜂拥而至 眼下这里也即将沦陷 众人一路狂奔逃进电梯 他们来到地下车库 坐上前往码头的战车 改装后的大巴毫不费力 让撞破铁门 虽然知道丧尸众多 但没有想到丧尸多到头皮发麻 他们将战车团团的一住 在尸群的促拥下顺步难行 再这样下去 大家只能同归于尽 好在队长早有准备 他爬上车顶 丢下煤气罐 一只丧尸配合的将其举起 随后一声枪响 爆炸产生的冲击翁 瞬间吞没尸群 前方斩开一条路 战车迅速朝目的地驶去 这时老黑发现 车后还吊了一只丧尸 举起电锯 准备将其击杀 可战车一个急转弯 使电锯和进发妹 来了个亲密接触 瞬间被劈成两半 鲜血渐向老黑 让他事先模糊 战车瞬间失控 侧翻在地 老头却自顾自己捡起枪 准备投命 此时他头顶低下黑色液体 这时队长看见 后面的战车没有跟上 立即掉头回去支援 等他赶到后 只有老黑一人生还 几人正准备撤离 却发现变成丧尸的队友 安娜果断开枪将其解决 狮群也被枪声吸引围攻过来 众人赶紧上车 朝码头驶去 狮群紧随其后 好在最后安全到达码头 一群人赶紧下车往船上跑 可狮群已近在咫尺 队长决定电后 吸引狮群注意 很快狮群涌入车厢 队长做最后反抗 眼见处境极其可危 他直接引爆身边的炸药 爆炸声再次响射天机 队长用自己的生命 给众人流出了逃跑的时间 他们迅速坐上游艇 此时迈克却选择留下 因为在剑安诈时 已被丧尸咬伤 他知道自己的结局 静静地目送着他们离开 随后用枪解决自己 仅剩的几人朝小岛死去 众人在海上漂泊一段时间 在燃油耗尽前 终于来到岛上 遗憾的是 这里已经成了丧尸乐园 最后用船上的DV记录下的 也只剩丧尸的面孔 至此影片结束 火死人黎明上于2004年 翻拍自1978年同名电影 没有著名演员参演 以往普通演员 却奉献出精彩演绎 情节惊悚刺激 血清暴力镜头让人震惊 这部电影在恐怖片中 属于中上水平 大家不妨一看